已经介绍了关于hybernator里边的这些配置 那么配置介绍完了呢 我们就要来介绍一下关于hybernator当中 我们使用到的这些对象 那好了 那这里边我们接下来呢 就来看一下 关于hybernator它的一个核心的AP 那这里边呢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对象 第一个对象是谁呢 就是这个configuration 这个对象叫做hybernator的一个配置对象 对吧 那么好了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对象来干嘛呢 那么其实这个对象呢 就是一个配置对象 我们可以在百度里边去看一下 就还是找在hybernator下面有这个API的介绍 configuration这个类的作用呢 是对hybernator进行配置 以及对它进行启动 那么在hybernator的一个启动过程当中 configuration这个类的一个实力 首先定位到映射文件的一个位置 然后读取这些配置 然后创建一个satisfactory对象 然后虽然这个类在整个hybernator的项目中呢 只扮演了一个很小的角色 但是它是启动hybernator的时候 所遇到的第一个对象 也就是你只有通过这个对象 去加载到它里边的那些配置 把里边的一些数据呢 一些内容获得到 然后你才能进行后面的工作 也就是你得通过它去干什么 去加载文件 那么其实我们这个类主要的作用就俩 它的一个作用 其实就是两个 第一个用来加载谁啊 加载核心配置文件 第二个它还可以加载谁呢 加载映射文件 它还可以加载映射文件 那加载核心配置文件怎么加载 那咱们都知道 如果你的核心配置文件 是属性文件呢 它它加载 注意啊 如果你的核心配置是它 那么我们需要怎么加载呢 那这个时候你就得这么干了 就得怎么做呢 就得这么做 就得使用 就是configuration 啊 等于 nue一个configuration 就可以了 如果是属性文件的话 直接一nue它就可以 但是我们通常的情况下 肯定不是一个属性文件 是个啥呀 是个插苗 对吧 点cfd点插苗 那如果是一个sml的话 你得需要怎么做 你是不是除了 nue完它以后 还得再点一个 config 的方法 对不对 那我们其实常用的 是不是下边的这一种 对不对 所以说上面这种呢 你了解一下 如果你的配置文件 是一个属性文件 你得这么干 如果你的是一个插苗 你得这么走 但我们一般用的都是插苗 所以说我们到这边 加载映射的时候 就是加载那个配置文件的时候 是这样加载 得调用一下它的这个方法 就可以了 那么你考虑一下 如果我们现在使用的是属性文件 你是不是这么弄 但是之前我是不是说了 属性文件的话 没有办法去加载映射 对不对 那怎么 你还可以通过它来加载映射文件 那我们还可以这么办 就是我把这个映射文件的加载呢 在这儿 我先给它注视 那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是没有去加载这映射 那我可以在这程序里边 手动加载映射 怎么做 可以手动加载映射 那这个时候 你就需要使用这个对象 然后点 add resource 就可以了 然后把这个映射里边 这个地方 你写的这个旋路径 给它弄过来 这也OK 这也OK 这就是我们手动去加载映射 如果需要手动加载呢 那你就得这么办了 就得这么干了 好了 然后你现在可以来测试一下 就是我们现在呢 来执行 你看它好不好使 这时候呢 其实你到我们的数据库这边来看 诶 我的名字我没写吗 哦 那个是有一个内幕 对吧 因为这边呢 我是把那个映射 改成内幕以后 没改回来啊 它已经插入到这里边了 但是 是不是新给我建了一个 一列啊 因为我把那个 是不是变成update了 它会自动更新了 对不对 好了 我还是先把这弄回来 对不对 然后这边呢 我们这个地方 它是个update 可以自动更新数据库了 好了 那么我们到这边 已经看到这个具体的一个效果了 OK 就是这个地方 你也可以手动去加载 就是这 好了 当然这个对象呢 其实不是特别的重要啊 你知道一下就行了 它可以加载核心配置 然后可以加载映射 就OK了 这是它